然後喝飲料可以去那邊使用 好 那接下來就是由我這邊來介紹一下 跟各位挖一個坑 那在我們過去其實建立了一個服務 跟一個資料庫的系統 目前我服務於水保局 我是佑博 那其實在提到挖坑跟需要大家的幫忙之前 可以先讓我們來看個歷史的一個事件 然後來看一下電腦突然出現了 預期外的一個情況 但是其實這邊會跟大家提的是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Ruby颱風它在南部南橫的公路段 其實有造成一個事件 那當時其實有影響到說 我們在路上或者說 它造成了我們其中一個公路段 它其實是受損的 那我們後續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恢復這個路段 或者說它面臨的不僅是我們南橫公路的交通 還有當地部落民眾等等很多重要的因素 但是它的災害其實是一直發生的 那因此呢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將這些災害做一個紀錄 因此去喚醒大家對於我們這塊土地的一些關懷 我們參考了日本的一個系統 那他們將過去 雖然這邊可能稍微看不太到 過去的一些災害它在現場造成了一些遺跡痕跡 或者是說我們有一些調查的方式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那同時像我們剛剛的哲偉Emoji之王 它也有在之前有開過類似的坑 也歡迎大家待會兒可以去找它 那參考了這些資料之後 其實我們就將它做成了我們的歷史影像平台的一個架構 那過去請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過去應用了CC授權的一個資料 還有說公民協力的合作 像是我們在自己的委辦系統裡面 我們其實建立了很多原則跟資料 那也號召說各位來提供相關的一些照片記錄 以及協助我們做相關的定位 那我們在做了許多的包括系統上上傳的功能 跟利用大家的經驗或者說對在地的一個熟悉 幫我們做照片的定位 以及我們將這一些資料我們建立成了 將資料轉成API 然後並且這邊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是在過去它其實很漂亮 但是呢它在經歷了災害重建之後 在去年又受到了更為致命的一個災害跟規模 我們參考日本的一個做法建立了我們的一個架構 應用大家的力量跟政府機關的力量 那同時我們今年在逢甲地資訊中心的夥伴 以及我們準線科技系統的夥伴將它做了一些改版 在上傳的功能我們也結合了讓手機可以方便操作 同時增加了相關的API跟處理 以及我們許多的合作夥伴 那今天請大家來幫忙解一起任務的部分 那就請各位來參加 將這一些資料優化再加值 那以上是我們今天的挖坑 後續的有興趣想了解的可以再來找我們 找我聊 謝謝 好 感謝佑伯 克服了技術困難講完了 所以他等一下會在402人那邊 然後就如果有可以一起定位的朋友就可以過去那邊 那我們今天的提案都已經結束了 哪差不多 我們好像urun 對 我們一下 는지 請 開men